哈喽大家平安大家好 来到这支影片呢 就是关于哪一种副食品处理器是我们最喜欢的 还有在这么多不同的派别 还有他们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methods 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 Are you ready? Let's go! 我们试过那种搅拌棒 就是一支的那种 然后我不喜欢的原因是 因为一开始我们做baby的东西 我跟我老公目前还不是说 一次把它做一个礼拜的分量 所以食东西都没有很多 今天就是以新鲜给它为主 因为我们目前的条件是 还算允许我们去这样做 就是时间拉行程上 就导致它的食材并没有够多 去用那个搅拌棒 所以我一打 它就是会有一些地方会跑到边边去 就没有办法打到那个食物 没有办法打碎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用 然后我们在amazon上面又看到另外一种 那个呢它是portable 所以你可以随身携带它充电的 它虽然它的刀片就是分三层嘛 就是也是东西一打 中间一打然后东西就飞到 旁边然后就黏在那个 那个管壁上面 啊就打不到啦 所以我们用了两次之后吧 决定没办法退货 就不好用 最后呢我们最喜欢的 就是我以前单身的时候 买了一台那种personal blender 那个真的是最好用的 到目前我们就是用这个做 备胎的食物 因为personal嘛 所以就小小的 没有像Vitamix或者那种 一般的size的果汁机 它就是很大 所以很大一样就会有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东西很少 所以就会打不到 或是打不碎 没有办法每个东西都被打到 可是因为它很小 所以它东西放进去 然后它是可以 都打得很OK的 就没有什么东西打得碎 然后也都打得很smooth 所以清洗也算好清洗 所以我目前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最好用 那这台汤匙呢 我们有分好几种嘛 所以在我们试了 不同种的汤匙之后呢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像这种啊 太深了 它的弧度 就是整个很深很凹 就很不好味 然后它的这个也是比较是 矽胶的 所以就会有一点 食物没有办法那么 顺的到嘴巴里 就会有一点卡在这个上面 我可能以后长大 可以用这个 为什么说比现在它比较不好味 因为它就是用它的嘴唇嘛 跟可能里面上额 去把食物这样就 刮到里面 所以可以留在里面 不是我们送进去然后就出来 所以它那个 弧度就会变成 食物会停留在这个凹槽里面 然后胚胎就会吃不到 所以每一口都变成 都一定会有left 中间这个凹洞 然后汤匙变平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如果 成例如说多出来 多出这里 这里上面的可以吃掉 可是这个凹槽它就会填补 这个凹槽 然后胚胎就吃不到 所以这支我们后来没用 然后这一支呢 它其实是比较平的 所以我以为会比较好味 但是因为它是硬的 就是不锈钢的 怕它会痛 因为它现在没有牙齿 就全部都是牙齦 怕就是这样撞到会痛 所以我妈妈就说 也要用那种什么玉米做的 反正就是这种白的 这种 这支就没有刚刚那个 这么的深 就比较 也比较平 但没有不锈钢的那个那么平 但是就还OK 然后大小也刚好 就是对它嘴巴的size 所以我每一次就是喂那个半口 就是半池 然后它就慢慢流流流 流到一点变满池 然后喂它就很刚好 所以目前我们喂下来 我觉得它的整个形状 它也是比较像是前面这样追起来的 也好入口 然后旁边这边也不会太宽 所以我觉得就是找 比较适合你们家小孩的嘴型 或者是它的这个深度 然后宽度 就是都是要考量的 然后还有它的材质 所以这个就不会像不锈钢那个那么硬 这上面还其实有它用牙齿 因为它已经长牙齿 因为它牙齿咬的那个痕迹 所以目前这样这三支我们有的 喂下来呢 这支是我们最喜欢的 然后就也小小一支 这样 然后洗也好洗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来讲一下 这么多派别 我们到底当初是怎么选的 嗯 就有什么babyled winning吗 然后还有什么肉要以后面一点在喂啊 蛋啊这些高过敏的食物要往后一点在喂啊 然后又有新的那个research study又说 哦其实你这些高过敏原的东西 你越后面喂 并不会帮助你的小孩减少它过敏的几率 所以以这样的说法又变成说 你要早一点就是introduce那些 例如说花生啦 蛋啊奶啊 这些高过敏原的食物 所以就看那么多就觉得 哦天哪 到底是怎样啊 到底到底能喂还是不能喂啊 那很明显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集 你已经知道 佩太现在已经吃肉了 然后牛肉羊肉猪肉 他都已经吃过了 蛋我还没吃呢 是因为我知道蛋吃了大便会很臭 然后现在已经很臭了 所以我就尽量想说蛋给他晚一点再吃 晚一点再来臭 我 所以我们蛋还没有introduce 但是不是因为什么过敏的关系 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些 这么多种methods 或者说法里面呢 然后再回到最根本的就是 你看以前的人 他们也是什么 蜡蜡蜡蜡蜡蜡啊 或者是就 你知道才放任制啊 也没有说营养那么均衡 或者是资源这么丰富 就有什么就吃什么 大家也是头好壮壮啊 甚至他们的身体 还比我们更强壮耶 就现在的小朋友反而好像 你越把他保护的越好 好像反而体弱多病 所以就是在这两个头 我不想要太偏哪一边 就是尽量取一个中间平衡值 因为我觉得到头来 我就会回到圣经里面 神既然他创这个世界 然后在地底上种这些食物 蔬果给我们吃 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只要是圆形食物 最天然的东西都是好的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 人家说 啊你去那个市面上 给他吃米糊就好啦 我觉得在我能力可及的范围内 我愿意用我有的 这些圆形的食材 去做出来 因为外面加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bottom line 就是以我可以做到的范围 跟以圆形食物为主 去提供一个小baby 他应该有的营养 当然 如果你比较忙 你要上班 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做 那当然你有你的考量 所以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 只是说 以我个人在这两个 昂润制 跟超级多条例的这种方式 在这两边 两巨头中间 去做一个平衡的话 我们既然又想要 给baby最好的 但同时我们又有我们的一些 例如说时间的限制啦 行程上的限制啦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平衡嘛 那这个是以我个人的状况 我可以做到的状态 是这样 我到后面就没有再 按照那个什么 一个食物给他吃三天 三天后没过敏 再换下一个 我觉得在过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新手爸妈 我们真的不知道 哪个好哪个不好 因为每一排一定有他的 有时候也是 试试看 然后看你的小孩子接受度 然后看哪一种方式是我们大人最舒服 也最方便的 我觉得除了说要给孩子最好的之外 我觉得很多现实的条件也是都要考量 接下来就讲到baby like women 这就是现实的条件 就是爸爸妈妈都很怕脏的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前几天就给他试了 就给他脱衣服 因为我们家也有那种好洗防水材质 那种沙沙那种给baby穿着吃饭的那种衣服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看到衣服上面是脏的 所以我宁可他是脱光或者是裸上身 然后等一下就抓去洗身体这样 所以大部分吃饭时间如果 目前这边还没有很冷 所以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就是脱上身 这样然后喂个喂痘痘 那一天给他试了zucchini 把它蒸好然后切长条状 然后红萝卜蒸好切长条状 还有香蕉切长条状 就三种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 然后给他自己抓吃 最后的画面呢真的是 惨不忍睹 就真的是整个超级脏 然后整个是还没有吃到头上 Thank god 但是就是整个画面是桌面也很脏 然后整个这边都是脏的都是食物 然后掉到肚子来 都没有办法 所以那次晚上我把桌子拆起来 然后再洗它 我就问我老公说你觉得怎么样 I don't think we're gonna do it again we're probably just not that frequent 我是觉得 probably this is the last time lik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also it's our last time like I'm not gonna do it again 我不想要再清理 就花时间再清这些东西 虽然那些东西都好洗 可是也还没有掉到地上去哦 光这样我就已经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就如果以后真的是什么东西 给他放到他的桌面上 看他自己抓那样 我觉得我看了我会很痛哭 他可能很开心 但我会很痛哭 就我没有办法忍受吃成这样 这么脏 因为我是一个吃东西 几乎是餐桌上不会掉什么东西的人 所以我有点care这个点 所以我的桌面都是保持干净 小时候跟我爸妈出去吃饭 如果有东西 如果是汤样掉到桌面上 在你沉过来你的碗的过程中 或是掉出来 我一定会把它买卫生擦掉 所以这个是从小的个性 真的没有办法从那样到现在这样可以接受我的孩子 看我的孩子这样整个哇弄到桌面啊 然后哇 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家就比较不适合 这个就是现实条件 虽然说手抓很好啊 让他们自己自主进食啊什么的 就是当然这些ideas都是很好的 可是现实条件就是这个 所以对我们家来说 这个method就没有办法试用 所以我们以目前来说呢 还是会以为他迷糊的这个方式进行下去 看下一步我们再怎么改变 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 所以我觉得到头来呢 总结一句话 到底该怎么选择 没有哪一个是绝对对 或没有哪一个是绝对错 as long as that works for you and your baby and your family then that's a good method right 就没有必要说 别人都是这样 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 可是你自己却很痛苦 或是你自己却时间没有办法配合 或者是你自己反而却搞得压力很大 或是小孩子压力很大 我觉得这样不管有多好方法 那个都不是好方法 因为that doesn't work for you 当我在看到这么多 琳琳满目的方法 或者是说法 观念 因为一定会一直变嘛 你看到旧的 或看到新的 你有时候就会很debating 可是没有 没有哪一个一定是对 或一定是错 所以我觉得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现在喂的是什么 为的是给小孩就是补充奶 没有办法给他的营养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能力可及 要放回那里给他好的 健康的 没有太多的化学成分的 给他长大 但是 那就看哪一个做法可以做到 或哪样可以秘 例如说 市售的那些baby food 其实现在有很多耶 很多他们也都好像真的看起来蛮健康的 都其实有点小心动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觉得做不来了 或是有什么状况 会有什么行程上的改变 我没有办法再这样 每天做那个baby food 给他说不定我就会选择 定那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是 comfortable with it no matter which way you choose 都是好的 新手父母就是 走一步学一步 走一步学一步 如果我先比你走在前面呢 那我就把我踩到了一些雷 先告诉你 希望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 你就少踩一些雷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两大问题的分享 希望有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跟baby的这个胃食时光 可以是好玩的 轻松的 虽然有时候我自己也还是会get frustrated 这有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然后他可能还没有到很饿 但是他可以吃 但这样的状况下他可以吃很慢 然后就会胃好像是 好了没 好了张开嘴巴 你要吃了没 妈妈真的很累 妈妈真的没有patience anymore I want to sleep 拜托 好不好 好飞一下拜托 之类的 所以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这样的状况是正常的 但是讲到大部分的时光 就尽量是 你们两个都是 开心的 全家都是在个开心好玩的氛围内 我觉得 就对我们的mental health也是 健康的 很重要 不要get so stressed about 那就今天影片就这样啦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了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